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快手1024 快手公布了业绩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早减选原因 受惠于电商市场份额提升和广告增长带动 快手方面在营收能力、用户规模等都实现突破 去年经调整盈利103亿人民币 按年纽规为盈并且超越市场预期 标示着公司进入全面盈利的时代 按业务分析快手去年电商交易总额GMV 首次突破万亿规模 达到11844亿人民币 线上营销服务板块收入增长2.3 去到603亿人民币 创历史新高 商业扁演效率进一步提升 马快手近日升穿去年8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从业绩表现及近期股价走势看 快手继续可以提高一线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 目标看60元区 未持有的话 可以等候下降轨附近大约50元级 马快手方面 如果是回套的话 适宜守着47元